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8年5月11号 今天又到了礼拜五了 这一个一个的礼拜二 交易日实在过去的非常的快 那这个礼拜呢 是非常上涨 非常好的一个礼拜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 这场call in的时段 我们由黄建雄老师来为我们担纲 替我们讲解股市的未来 同时听众朋友 我们欢迎您的call in电话 650-968-2000 您现在就请打电话进来 黄老师你好 欢迎你 周乐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礼拜五 美股市大致都是收高的 尤其是看到 Russell 2000 已经距离历史的高点 只有0.5%之遥 那看到截至收盘 道指呢 它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 再度今天上涨了 91.64 报24831.17 标普500指数上涨4.65 报2727.72 纳指呢 是今天是小跌了 2.09% 报7402.88 黄老师你的电话 好了 现在好一点 好现在好一点 那这个礼拜呢 标普500上涨2.4% 道琼斯也上涨2.4% 纳士达克上涨2.68% 哇 这么好的这个涨幅到底归功于哪几项原因呢 呃 归功于技术上 第一个 技术图表 技术图表 技术图表真的是很有用 你看我们过去的三个多月来啊 这个股票市场都冲击 往下冲击这个两百天平均线 嗯 那其实已经三次 过去的一个多礼拜 第三次冲击这个两百天均线都守住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 三重底的一种图形 三重底 这个是讲道琼斯吗 嗯 道琼斯和S&P500都是 OK 他们都在这个两百天均线这里站稳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好的消息 就是好的财报啊 那Apple是出乎意料的 爆出好的报告 然后又又计划买回一千亿美元的 他们的股票 嗯 另外 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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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你的电话 诶 你的电话今天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好像平常一样 OK 好 继续讲 现在没事了 没事 OK 嗯 所以 苹果 呃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 在几数上 各大几数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分子 所以啊 他把他们 啊 这个整个市场都拉上来 这个是一个一个原因 呃 另外呢 呃 十年公债的回报率 呃 整理正值 呃 冲过了三个percent 以下 现在又下来了 现在在 2.97 个percent 啊 所以利率 啊 不不涨超过 三个percent 也是帮助啊 这个这个市场 当然啊 呃 大家担心的啊 中美贸易战 啊 现在 呃 还看不到 呃 有贸易战的呃 呃 的情况 还没有开始 但是 但是 但是他们 美国的派七人代表队到中国去谈 问题没有解决 共识没有达到 那中国 那中国又要派出团到美国来谈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会拖延下去 拖延下去啊 咱们 咱们不会 马爆炎的啊 公布敌对的啊 这个消息啊 所以这个是啊 啊 平静市场的一个啊 一样东西 嗯 当然另外 大家担心的就是伊朗 这个美国退出伊朗 这个 核协议 呃 核协议 呃 居然 这个市场 市场没反应 而且造成能源股上涨 对 大家觉得 哎 这个可能是反应过了吧 什么反应过 这基本上没反应 它 基本上还是 它也跌了不多吧 啊 所以 啊 有时候市场是蛮奇怪的 假如 啊 大家都很想买 啊 啊 买进的话 尤其是这些大户 都想买进的话 啊 他们就采取 任何的理由 把市场推上去 嗯 所以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 高雄市和S&P500 都去到了一个 一个主力 主力点 啊 同时也涨了 七天了 那么 啊 能不能够 啊 下个礼拜能不能够突破 就要看 啊 这个 这个主力点 它能不能够 被打破 可是看来 啊 它这个底部已经坐得很稳 另外有一个 啊 分析师 他是用 Ariot Wave 啊 theory 来研究这个股市 而他觉得这个是 当然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 啊 市场已经涨得好多 然后呢 啊 过去的三个月 是 这个股票周期的五波之中的第四波的调奖 第四波了 第四波的调奖 那么现在有第五波要上去 所以以现在的图来看 啊 和它的情势来看 啊 也有可能 啊 今天很 很结果 NVDA 啊 它报了很好的业职 业职 啊 当然 这个报了业职之后 啊 啊 啊 它都跌了下来很多 你是说NVIDIA吗 NVIDIA 大家都担心它会获利回阻 啊 啊 很大的 环转下来 可是 并没有 就跌了 不多 五块多 来说 对它来说是 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所以它的稳定 对市场也 也有帮助 所以目前 短期市场还是 比较看好 还是比较看好 那您对Russell 2000 距离历史的高位 只差百分之零点五 又有什么看法 Well 越接近 这个澳大派的话 它就越要上去 破它一下 嗯 所以相信 啊 它破 啊 历史高位的机会很大 所以今天 1606 等79 嗯 1615 啊 就是它的高位 啊 所以看来 应该 应该要上去 试试 并且 有很大的可能突破 嗯 OK 好 那除了 Fain Stock以外 我这样子 go through TC2000 其实 表现很强劲的股票 还蛮多的 但是现在 道琼斯跟 彪普 是比较 legging behind 现在除了 摆 200天的均线 其实他们都是 稳 好像拥抱着 100天的 simple moving average 一直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已经到了 5月中 那5月下旬嘛 5月下旬 马上就到 其实市场上 由于川普 他这个总统 做的跟历任的 传统性的总统 做法真的不一样 他适时的丢出 丢出来一个 非常震撼的 一个炸弹 他到底是做生意起家的人 处处都以 negotiation啦 或者是看外面的人 怎么反应啦 为主 即使他现在的作风 也引起了以前几届总统的 很强烈的拼级 但是美国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其他的总统也说话 也不能算数 那就是看了他说了算 所以看看这个市场 还真是热闹哈 我觉得他是比较特别 他自己也说了 要做一个特别的总统 和其他的总统不同 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 到目前为止 尽管他搞出很多事来 可是市场还是非常稳定 这个也是他的功劳 我觉得 所以也希望他能够 继续把他所谓的 就是对美国好的 这种策略坚持下去 看来市场是 好像对他还是有信心的 好 那在这几天来 石油就是原油的价格 涨得非常非常的好 已经达到70块以上 所以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股指的ETF 一个是OIH 另外一个是USO 那当然另外一个ETF 就是XLE 这三个ETF 我们请Kim来 来替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从USO来看好吧 USO今天是14块2毛5 USO就是因为现在也是用油的季节 所以这个是一个推动原油油价上去的原因之一 当然另外就是沙地阿拉伯 我很想把油价都推上去 所以在80到100几天 这个也是对油价的一个推动 最近特朗普退出这个核协议 对它也有推动 当天它就涨了上去 还是近期还是涨得比较多了一点 所以有些休息 看来看来还是 上涨 涨的机会多 OIH今天是28块04 OIH和XLE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它可能是不同的公司创造出来的 不同的ETF 油股的ETF USO就是跟踪原油的 那这个OIH和XLE呢 就是里面包含了好多这个原油类股股票 也是蛮好的 它已经开始了一个上涨 继续型的第二波上涨 应该现在是28块 29块半是它近期的主力和近期的目标吧 应该继续看看 好 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我们现在进一段中场 休息 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欢迎您的扣印电话 650-968-2000 马上回来 最近美股动荡令投资人不安 房地产依然交易火热 却又高处不生寒 逐渐上涨的利率使借贷成本增加 我将阐述其中原委和去向 美国国际艺术馆营运长 Loretta Huang 介绍这个位于1023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美轮美奂藏宝甚多的艺术馆 Long on time的N2B 介绍夏季房地产买方和卖方的须知 以及特殊贷款的Program 5月12号周六晚7点半 娱乐漫谈 GMCC万通贷款 Direct Lander 专精大额贷款 EAD H1信用不满两年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10% 8家分公司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ng.com查询利率 GMCC成证贷款经济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996-1982 Gent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colander BRE Member 0150-9029 NMLS Member 254895 新翼旅行社 Mar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行号 新翼 Mar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 机场接送 新翼旅行社 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硅谷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董彦杰 将于5月12号 举办房地产讲座 感兴趣的听众 可以微信联系 650-867-1248 650-867-1248 Frank Liu 家住第一 全美第一 32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 矽谷学区房 住宅 投资屋 酒庄 以及南家最热门 华人地产城市 房价仅为矽谷三分之一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408-828-0600 约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 点流 1268 Gmail.com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5月11号 礼拜五 现在热线全开 650-968-2000 黄建雄老师 在线上为您解答 您的股票问题 好 黄老师 我们刚才提到原油 USO 还有OIH 以及另外一个ETF 是XLE 后者比较相似 USO 因为它是完全就是跟油价跟着走 所以现在看到的是 的确是在一个短期的高点 那么在现在做的股票中间 如果大家有加黄建雄老师的WeChat的话 我们都知道黄老师每做一笔的都会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什么 他将做什么 那像今天在礼拜五收盘 您是保留了哪一些仓位 或者是都清空了 等到周末过完了 下个礼拜从头开始呢 没有清空 我都是 就是有几个 就是不同类别的 的提权去做 其实我是做了 在今天之前是做了NVDA的cover call 因为NVDA呢 在还没出报告之前呢 它的call option的这些批免非常非常高 所以是非常好做 用来做这个sell cover call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处理了两个cover call 就船转 因为因为他们 因为NVDA跌了下来嘛 所以它基本上 这两个提权没办法达到这个合约价 所以他们完全 变差不多到零了 所以可是 我是用几毛钱的买回来 把它平了仓 所以那方面好 可是我还觉得 NVDA还有机会上去 所以我还是留着 一些NVDA 留着NVIDIA 另外有两支股票 我不太 就是它的表现非常差 所以我是买put 好像SYMC啊 XON啊这两支 它们今天的表现很差 所以它下个礼拜继续跌的就会比较大 哇SYMC今天下跌了33.1%啊 对 它是因为它 要查数 查它的价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于一支股票 这家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它们跌得特别凶 嗯 以这个图形来看 今天你看又大跌 量又是天量 没有 没有看过这么大量的 对对对 所以它继续下去的机会大 是不是每一个公司都很怕被查账啊 但肯定 好 一定会抓住痛脚吧 抓住痛脚 然后 总之 还没查出什么事情之前 股票先跌 肯定会先跌 嗯 好嘞 OK 我看到我们有蛮多的问题 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 我决定先请黄老师回答 他 这个问题啊 好像是我们以前的投资字典一样 我觉得呢 因为我们身在其中 已经了解了 所以都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 我非常尊敬这个来问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 他说ETF跟Mutual Fund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为什么ETF做起来是Commission Free No 其实也不是Free 你买卖就是当成也是有Commission的 还是有Commission的 只是它的意义跟Mutual Fund是不一样的 从您的角度来给这位听众朋友 就简单扼要的解释一下 ETF就是里面包括一篮指的股票 它们大部分都是同类的股票 好像XLE本身 刚才我们说过XLE是能源类股的ETF 所以它们里面的股票肯定是有代表性的能源类股的股票 所以它们不会变 当然其中的几支股票 有时候它们会退出那个指数 当然它们要拿另外一个来补上 可是变不多 所以它是非常好用来跟踪一个指数 或者是类别就是那个板块板块的指数 或者是也可以跟踪那个外汇 也可以跟踪商品提货 就是国债啊什么都可以 所以ETF的好处就是 你买它的话 你可以参与一个类别的东西 所以是它是 它和MUF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是好像股票一样 在市场开始的时间 它们一直在交易 对 所以教会一直在变 可是MUF不同 MUF呢 要看它们是什么类的MUF 有一些就是所谓aggressive growth 就是非常积极的 可以赚钱冒险性比较大的 那些买那些股票 或者是有些小型股的股票 它买小型股的 可是它没有固定是买哪些股票 它们这个fund manager呢 它们会自己去找股票 常常去找股票 它们认为好的股票 它们就买 而且它的价位 一天之中不变动 最后收了市之后 它们才计算它们的价位 这些都是ETF跟MUF的不同 如果自己做自己的MUF的manager 自己用ETF来配置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买卖ETF非常灵活 就跟买卖股票一样 还是有commission的 有一个网站是 www.etf.com 就可以找出来很多的ETF 还有里面它的成分股 那MUF呢 是有专人替自己管 替自己设计 那人家当然要收management fee 那不但有management fee 他当初创立的时候 也有friend low 也有back low 这个就不是一般投资散户 能够明白的那么清楚了 我想通通加起来 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一点 王老师 我们现在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BABA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今天下跌0.82% 逆势下跌哦 下跌了1块6 它的图表是透露着什么样的讯息 阿里巴巴透露着它在200 200-2001块这个地方是它的主力 因为它三月中的时候去过201块半 那么最近三个礼拜吧 去到199.77 大概是200那个地方 嗯 它基本没有什么大事 它的趋势还是上涨 可是遇到主力 所以今天 啊 这盘也没有什么 啊 大的消息去推动 啊 况且有啊 MVDA 它也下来 啊 拉低了这个半导体类股 啊 和科技股 啊 所以它现在稍稍稍微休息一下 应该 随着市场上去吧 好 Consumer Stable的Walmart 今天的表现和 这两天的表现都都不是太好 今天收在83块3毛8 啊 Walmart呢 那就是宣布 宣布买 墨西哥的 嗯 一家好像Amazon 一样的公司 啊 所以 担心它用钱嘛 啊 担心它情况不记得怎么样 啊 所以啊 上个礼拜的 掉了下来 可是这两天 站稳了 啊 有一些人觉得 是很好的事情 才能够买到 嗯 墨西哥 嗯 那家公司的话 就打开墨西哥市场 啊 所以 应该长一长远来说 还是好吧 还是好的 啊 那现在是81块半是机场 啊 88块是主力 好 Facebook 哇自从Zuckerberg到国会去听证啊 股票不下 反上 今天继续上涨 百分之0.79% 达到了186块 九毛九 哦 所以现在又是Fang stock的时候了 Facebook啊 涨了上去 Apple涨了上去 当然Apple是 啊 也奥太派的水平 然后Facebook呢 现在187左右 195是它的新高 啊 现在 正在向着那个方向走 嗯 应该有机会再试探一下高位 是 像制药公司和BioTech 已经沉寂很久了 听众朋友问到Merk MRK今天上涨百分之2.81% 对这种Old Economy的股票 一天上涨这么多 也是不简单的事情 59.69% 啊 呀 今天的生化股和制药股 特别 啊 涨得特别好 啊 今天这个Merk呢 啊 更是比较 啊 涨得比较多 啊 它的图形非常好看 这个我们叫做杯状图形 你看到图上有一个 有一个杯 的形状的 然后 跟着右手边有一个 杯病 这个杯耳 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 它应该是继续上去 啊 下一个主力应该是 61 然后63 啊 这个股票看好 嗯 这个股票是看好的 所以 下个礼拜的股市 您能够按照已知的 这些环境来给我们做个预估吗 下个礼拜 嗯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故 大的新闻的话 这个市场应该会继续长 哦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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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 他们 S&P500和道琼 都是刚刚 在一个 啊 高点 的主力上 啊 并且已经长了七天 啊 所以 应该是 继续长的机会大 OK 最大的可能 可能就是 休息一下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 王老师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问题 请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访谈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 拿W2的贷款人 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 L11 at L11 ZHANGCORP.COM Lee at LeeZenCorp.com 乖股地产实业公司Broker董彦杰 将于5月12号 举办房地产讲座 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微信联系 650-867-1248 650-867-1248 某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X 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 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 Warrant Wang 2018 WARREN WANG 2018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屋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爱美一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Bulford Day Spa的美容师Grace 我们今天来讲讲如何处理认成文的问题 以前科技不是那么先进的时候呢 处理认成文是比较有难度 可是现在呢 由于有这个点阵激光的产生以后 我们做认成文的疤痕 就会有很大的效果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客人呢来找我 他说怎么处理这个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认成文 因为他的小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那认成文一直都很严重 然后肚皮也松松的 那我就介绍他做这个CO2 Fashion Laser 也就是点阵激光 那在做完的过程也只是三次左右吧 然后他的认成文呢 已经不是很看得清楚了 并且肚子的皱褶呢 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认成文疗程的次数呢 也取决于客人他的认成文的深浅 还有他的时间有多久的认成文形成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估计到 每一个客户需要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并且做这个点阵激光对付认成文呢 不会有很大的痛苦 这修复的时间呢大概就是两个礼拜 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是脱皮 然后再让皮肤重长 可能在两个月以内 你就慢慢看到皮肤已经会修复的非常的平滑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认成文的问题 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非常乐意愿意为大家效劳 并且大家关于任何皮肤问题 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号码是408-861-0886 408-861-0886 谢谢大家 Bowford Day Spa 由美容专家Grace治疗各种黑斑暗疮及暗疮疤痕 抗衰老 去皱纹 减肥等各种美容项目 专精纹绣韩式眉毛 美铜线3D封唇 Bowford Day Spa 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Bowford Day Spa 让您永保青春永远美丽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食物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奖座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特区理财顾问胡振国先生 胡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胡先生其实每次我们谈到资产规划 可能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第一个想法是那些都是有钱人的事情 我们好像不太会需要做到这个资产规划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不是 当然是 因为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规划 因为你没有规划的话 将来可能任何事情发生 或任何事情的事情一定会措手不及 要未雨传吗 当然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今天主要来谈谈看一般中产家庭 比如Income Family 他是应该怎么样做一些规划 是是对不对 其实我讲一个最简单一个概念 一个中产家庭 其实他的财务规划呢 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金字塔一样 通常你或者你说盖房子 盖房子以后呢 第一个盖房子的地基是什么 对不对 什么是一个一家中产家庭财务规划很重要的一环呢 我们常常讲是四大保险 为什么四大保险是地基呢 我们需要哪些汽车啦房屋啦健康啦人寿 那现在当然人寿还多加了一个生钱利益啦 是 那我们回头可以用的 嗯 为什么用这四大房产 而四大保险做地基呢 是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没有汽车保险或者健康保险 万一出了事 钱会不会从这边流掉 是 对不对 当然你常常有些有些新来的华人 对美国有时候我我常看的 有时候看了一些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 嗯 花个两三百万现金买的房子 可不愿意买房保险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 当然因为他用现金买 所以他的保险公司也没有一定要求他 他的银行也没有贷款银行不会要求他 因为你买车也一样 但是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如果人在你家里跌倒啦 或者怎么 或者你出去有车子开车出了事了 那这些事情呢必须要想到 要想到 对不对 用四大保险 这样的话任何事 就是说你生病了 你看病了 你现在一天住一天医院的话 要一万块美金了 是 对那你如果要住个一两个月 不是把你的积蓄都烧掉了 是是 所以我们说第一步先用四大保险 啊来当做你的地基 然后再慢慢往 才会再往上bill 嗯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讲是说叫中期的短期规划 短期规划是通常来讲是说 你可能随时要用的钱 或者emergency money 或这一类的情形 这一类的情形的话 我们通常大概需要多少呢 我们说最好有六个月 嗯 以上的家里每个月要用的钱 嗯 六个月 六个月的开销 六个月的开销 嗯 放在旁边 放在旁边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常看来说 如果他连一点 一点储蓄都没有 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话 嗯 这通常这个事情发生是不是很危险了 嗯 我们老中还好 尤其老美 很多老美平均的银行户头不到一千 不是不到一千块 嗯 那现在来讲 甚至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在银吃猛粮 嗯 我觉得中美的习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什么 我觉得我刚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嗯 尤其我刚还在餐馆打个工啊时候 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些老外 好礼拜五发了钱 嗯 就不见了 哇 你可能要去玩个两天 等钱用尽了 发尽了才回来 对 可是呢我们脑中 因为一般来我们讲 我们在来的地方没有说 security 没有这些东西嘛 所以至少有点安全感 需要多一点安全感 所以比较勤奋 比较努力 嗯 比较 比较喜欢存钱 嗯 所以在08年的时候 为什么在洛杉矶的话 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房地产没跌那么惨 嗯 因为最好我们有些储备的 储备的好处 再来讲 其实08年受伤惨重的是什么 同是亚洲人 韩国人受伤惨重 嗯 因为韩国人是通常比较乐观的 他们认为投资没有风险 嗯 所以你看很多韩国人 开餐馆的时候 他们可能开得很精力辉煌 可六个月以后就关了 哈哈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储备嘛 嗯 一般做生意也是一样 通常一般做生意的话 你的cash flow 够不够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今天来讲 你一定要六个月 最好要六个月以上的 每个月的开销 做reserve 那有些时候 刚刚开始有些人说 那我万一还没到 我还在存怎么办 嗯 那你至少你还有一些credit card 当用的credit card for emergency only 嗯 那你可以至少做一个reserve 是 那这一块 所以第一块要先把你的reserve 补起来 嗯 就是这常常的emergency的 这个短期的钱 手头上要有钱 要有钱 至少你万一有什么事嘛 嗯 第二个呢是中期的 中期的大概指通常是 两到十年要用的钱 等到十年 对 比如说小孩要上大学了 或者说你想 如果今天七八岁八九岁了 十岁十二三岁了 或者是说你可能三五年内六七年内要换个房子了 嗯 或者有些不同的需求 嗯 那这一类的话 以中期我们叫中期的规划 嗯 中期的话通常中期的话 呃 以投资的回报可能比较为主了 嗯 那我们可以说 比较多投资你可以用一些基金啦 做这些东西来做 比较中期他比较在乎的是回报啊 嗯 十年以上叫长期了 嗯 好 所以短期在乎流通性 中期在乎回报 所以回报 十年以上叫长期了 嗯 那长期在乎什么呢 长期回报还重不重要 嗯 还是重要 是 那安全重不重要 也很重要 但最重要长期在乎税了 嗯 能够各种不同方式来省税 不管先省后省 嗯 对不对 省税先把这税的部分做好了 把这个税务规划 长期的规划做好 嗯 的话这才是长期的嘛 嗯 所以每一段时间每个钱 是不是有不同的分配不同的规划 是 对 嗯 把这三个部分都放放完了以后 行有余力 再做一些比较风险类的投资嘛 嗯 比如说股票啊 或其他比较aggressive的投资啊 是 所以这个才是等一步一步往上搭 搭完了以后再去做这样的 你如果这样整个规划出来 你觉得一个家庭的财务会不会站的比较稳了 非常的稳健 对 嗯 但是大部分有些华人有的时候会犯的错误在哪里 嗯 只相信高回报 可是忘了高风险 是 把金字塔倒过来 倒过来 所以你的整个情形变得倒三角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错误 嗯 所以太多人只是追求短期 尤其一些像一些比较早来的人的话 比较新来的人的话 他觉得好像长期太长了 我根本想不到 是 但是现在的世界是这样 已经来到美国 情形是不是不一样了 嗯 以前在亚洲你可以说 尤其在国内的一些环境 是不是你觉得好像 哦这个十年以上的都不敢讲 是 可是在美国呢 本身是一个蛮稳定的世界了嘛 因为很稳定的世界的以后呢 所以短中长期都要考虑住了 嗯 尤其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人也越活越长了 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记得在我昨天前两天听 听到这个牧师讲到 他是说 很多时候摩西他在诗诗篇里面写了说 他预计的活到七十岁 呃所以呢 他很多事情都 只计划到七十岁 可是没想到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 才是他最辉煌的时候 是 最重要的工作的时候 所以我讲说 人生是不是越来越很多事情 都都不应该只想 哦我不应该活那么长 嗯 我不应该那么长 但是事情发生了怎么办 是 尤其现在像现在人是不是活的多长了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大概 现在大概在四五十岁的人的话 大概有一半的人会活一百来 嗯 那这些时候 我们常常讲 我们常开个玩笑话 来说 人生第二悲哀的事情是什么 人活着钱一进化完 第一悲哀是人走 第二个时候 预计活到八十岁 活到八十岁以后 发觉他身体还很好 还有三十岁以后 火钱用完了 是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虎先生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哑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在耶鲁石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哮喘专科学院院士徐医生医术精湛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Sanjose Mountain View Los Gatos三家诊所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286-1707 Trans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Fremont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昌星珠宝CH Premier隆重介绍 法国顶级珠宝品牌 Masica珠宝全新Move Addiction高级珠宝系列 突破传统 独立不对称 开放空间设计 流动式相钻 现代时尚风格 Masica珠宝精湛工艺打造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n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 Al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Masica珠宝 Masica珠宝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运满弯曲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sica珠宝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sica珠宝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sica珠宝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sica珠宝贝陀 请下Vila王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感谢回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胡振国先生 胡先生我们继续 刚才其实我觉得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形象的一个理财的概念 就是说对于中产级的家庭 我们要做好这个三角形 才可以让家庭财务比较稳重 金字塔形的 但是刚才您谈到说在最上面高风险 是可能我们很多这个新移民 比较容易有误区的地方 觉得说一定要在这个高风险的地方投资 才算是真正的投资 对其实因为过去几年在国内呢 大家好像被已经被养坏了一个情形 就是说好像固定收益回报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百分之八都太低了 我记得我在09年时候 当美国不好的时候 我在我办公室见一位上海来的客人 上海来的客人 他那时候讲说干嘛投资美国 美国经济这么烂 然后呢他说人民币将来涨到 要涨到两块对一块 然后在上海随随便便房地产 都要这一年涨百分之三五十的 你这个百分之几的回报太低了 嗯 曾几何时 这个观念已经不合十一了 嗯 因为很多时候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一些东西呢 可能时间会比较短 举个例子来讲 在美国八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利率很高 嗯 利率很高 可是利率不会永远高的 是 我记得在八几年最 八几年的利率最高的情形 定存最高可以到十四 哇 房贷可以到十八 嗯 汽车贷款可以到百分之二十一的利息 真是不错的时代 看你从哪个方向 你存钱还是花钱啊 还借钱 所以那个时代以后会不会过来 不知道也有可能 当然 那美国一个好处 以前犯过的错误通常不会再犯了 嗯嗯 因为他经过很多事情的改造 很多人讲08年的次贷案的情形呢 呃 因为美国这些立法跟注意的事情 大概未来一百年也不会发生了 嗯 当然会有一些风险 股票市场会再 再会起起伏伏 但是有些错误的一些 投资的方式的话 可能不会再来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 那高风险 大家因为习惯这种高回报的 看不上 就很很多去找高风暴 回报 最常见的亚洲 常常为什么 常常说老鼠会啦 吸金啦 为什么 他们都是追求太高的回报了嘛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月给四个percent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利息 然后想想看 你到哪里投资 可以走到这个时候啊 是 可能市场好的时候 在有些时候 赚得很好的时候 但是呢 只要这种很像一个很不稳的积木 等下面一抽 整个就像 嗯 福地抽薪 就像积木像垮下来了 是 所以我们来讲说 高回报高风险 通常太高 常讲的话 如果听起来 too good to be true 很有可能不是处 是 但是呢 在美国你可以 尤其长期的规划 你可以找到很多回报不错 又安全 那最重要还加上省税嘛 嗯 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当然常常讲 短期中期税 还不是一个那么大的影响 但时间到了长期 税就变成一个蛮大的影响了 嗯 我常常做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 假设我们退休的时候 有人说啊 那我退休的时候 只存到一百万 嗯 够不够呢 我说看你放哪里 是 看你怎么花 我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退休的时候 我一百万的话 那我如果一百万 平均每年赚百分之七 嗯 的话 如果这七万块钱不打税 啊 我花也花七万的话 那我赚七万花七万 我可以用一辈子啊 哦不用动到本金嘛 嗯 那你钱可以拉成九 但是如果我这钱 要打百分之三十的税的话 那我就赚七万花七万就不够了 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多拿钱 你的钱只能用十八年了 那如果到了 打百分之四十的税的时候 那你的钱只能用十三年 是 所以我们来看看 每一段时间 是不是有各有重点 它需要的时间 嗯 那短期中期长期 是不是都该放 嗯 当然都该放 嗯 对不对 呃然后呢 再用保险做低级 如果保险做低级 短期中期长期 都安排好的话 嗯 那你不会因为有一些 就算你上面做一些 比较风险一点的投资 就算亏掉了 嗯 那你还是不是 站的还算稳 嗯 可是大部分的问题 都把三角倒过来 嗯 倒过来了以后 反而 所以人家说 我应该先以长期为主 中期短期为主 我说先把 Emergency Fund 做好以后 嗯 中长期可以一起放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边走 再来讲 我们回到地基的部分了 那地基的部分 我们以前不是讲 汽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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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保险 那现在人寿保险 还有一个好处在哪里 人寿保险 现在有的时候 可以做到好几个 都在一起了 为什么 人寿保险 可不可以做到保障 可以 但是现在有没有可以做到生前利益 也可以 比如说重大疾病 嗯 还有长期看护 你也可以用它的理肺来做了 所以呢 是不是在你的保障 再加上一块了 嗯 那一般人的问题的话 所以所需要的保障程度 就这四大保险 尤其人寿保险 如果能带一点 嗯 申请利益的话 是不是基本上的变数 因为保险最大的好处在哪里 叫防范于未然 是 不可预知的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情 嗯 当你有这些做及时的时候 你是把你的这一类的风险 以转交给保险公司 嗯 只要你付保费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不会有太多财务的问题了 嗯 再加上短期 中期 长期配好了以后 这样的你的整个架构 会不会安全的多了 嗯 是是是 对 其实即使到今天可能我们还有很多 这个华人朋友 对人寿保险有一定的误区 觉得人寿保险是我一定要过世了 才可以用 根本不是给自己留下的钱吗 为什么未来的观念要改变 一成不变的 为什么 因为人寿保险呢 其实 我就像一个 现在的人寿保险 就像智能型手机一样 嗯 嗯 大家的观念还是停在 手机像 Nokia跟Motorola 只能用来打电话 是 忘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了 嗯 其实人寿保险现在已经进步到很多 除了保障还有生前利益啊 生前利益包括生 重大疾病跟长期看护啊 嗯 其实人通常在 重大疾病跟 重大疾病跟长期看护的 的可能性 发生可能性 不比 人寿保险保障来的 年轻的时候需要人寿保险来的低 事实上还要更高 是 是 所以我们应该不要把人寿保险 只 注重在保障的地步了 是 包括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啊 如果说手上有自己的第一桶金的话 其实也可以考虑人寿保险 当然人寿保险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长期规划的一部分 嗯 我们是我们也讲说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常讲过 现在人寿保险就有点类似像 Ross Aire Type的 嗯 你可以用税后的钱去投资 然后你今天用你用成长的钱是缓税的 将来可以用贷款的方式把你的cash file借出来 嗯 你还可以做的一样做的免税退休规划 嗯 所以现在来讲人寿保险只是把你的保障 生前利益就是重大疾病跟长期看护 甚至再加上免税退休规划 嗯 长期规划通通并在一起了 是 抑郁可以好几次了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 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区理财顾问胡正国胡先生 胡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胡先生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呢 可能身边多少都会有一些做保险业的朋友啊 是 那有一些人可能只是代理一样产品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代理多样的产品哦 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保险业也有自己的一个行销制度 是通常来讲保险公司要透过不同的行销通路去把保险的产品介绍给大家 那基本上呢外面大概我们总体来说大概有三类三类 三类 第一类呢就是最传统的方式就是保险公司自己养部队 嗯 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经纪人自己的经纪人 然后呢他借由他们自己经纪人的方式 然后把他的产品行销 那这些经纪人大部分呢是算保险公司的员工 或者他们叫statutory employees 嗯 所以呢他们主要呢是卖这家保险公司商品 是 他们呢主要是好处呢是说他们可以有保险公司支持 但是缺点是说通常因为他们卖的产品比较单一了 嗯 所以呢大概在过去二三十年了有个比较大一点的变化 在早期都是这一类的 那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来讲像几十年前我们一般产品的行销都是可能工厂直营 嗯 可是过去这二三十年来我们看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最大的公司 比如说像Walmart Costco Home Depot Amazon这些 请问他们是工厂还是行销 我想他们应该是行销吧 就是不行 所以呢现在来讲传统的行业里面各种的行业 其实产销已经分家了 嗯 一般工厂只是做制造 然后一般行销呢他会有各种不同的工厂提供商品了 嗯那哪一种比较好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去买个电视 你会到Sony的直销店去买呢 还是你到Castro Best Buy 有可能就是到身边的这个Costco或者是Best Buy 没错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可能有多一点选择 是 好那保险这个行业呢也变成也往这个方向走 嗯 为什么呢因为而且保险这个行业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同一家公司不管你跟哪一个行销通路走 买的话你的价钱产品是一样的 嗯 不会因为你的跟哪一个不同的行销通路走的话 他有不同的价钱和产品 好 所以呢这也就是过去这二三十年 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办公司觉得自己养自己的部队太贵了 嗯 你要是负担有很多费用 那来不利也比较大 是 然后呢所以呢还有呢有一些大一点的公司 新的一点大的公司 这些大的公司呢可能是国际级的大公司 可是呢他是这三十年才进美国的 嗯 那他进美国的时候他就不想一开始就养这么多部队了 嗯 这个时候他就想说那我就借着原来的行销平台 所以呢大概在二三十年呢另外一个比较多一点的方式出来就变成叫独立经纪人制度 独立经纪人制度 对 那独立经纪人他是independent 他是独立的 他呢可以带领很多包围公司 嗯 很多包围公司的话这样的好处呢在哪里呢 他可以提供各种比较多一点的选择了 是 多一点的选择 那所以呢这一类 可是呢在美国大概有将近三十万个独立经纪人 哇哦 如果这些独立经纪人都直接跟包围公司打交道的话 嗯嗯 非常繁琐 繁琐 所以呢 包围公司呢就介于就找了一些大概几百个我们叫做wholesaler 或者在其他有个地方叫一级代理商 嗯嗯 一级代理商的话叫wholesaler 他们呢就等于是包围公司跟独立经纪人之间的一个layer上 嗯 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包围公司就直接跟这几百个wholesaler打交道就好了 嗯 那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呢一级代理或wholesaler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帮忙recruit啦 training啦 培训啦然后support 嗯 这些的话 那我们公司刚好就是全民亚裔最大的 嗯嗯 一级代理 这是现在另外一个比较多一点的方式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的选择性可以比较多 是 因为现在来讲说我们觉得没有一家公司有所有的产品 所以这是第二类的第二类型要求我们叫独立经纪人 第一个是包围公司自己的部队 是 那第三个呢你也有另外一些方式 那有些有些经纪人他们就经纪公司呢他们就成了一项有点像传销的制度 嗯 没有优缺点那我们当然只是把这三种的优点整合 然后再作为更好的行销制度 是 其实听到这里我刚才突然间想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尤其是华人朋友 可能在购买保险的商品的时候通常都是通过自己身边的朋友 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朋友专门带领一种产品 那他可能会把这种产品说的非常的好 嗯 然后让自己身边的朋友去购买这种产品哦 这种情况是不是其实是应该避讳的呢 其实我刚刚这样讲哈 没有一个公司有对所有产品都好的包围公司 嗯 那有些人可能呢有人比较喜欢长便宜的 是 有人希望呢储蓄好一点的 有些希望将来英康拿得多的 有些公司在生前利益比较好的 嗯 有些对非美国公民居民啊或新移民他的审批比较容易的 比较熟悉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只代理某一家公司的话 你的产品限制性就会比较大了 嗯 而且呢不是每一个都喜欢同样的商品 嗯 比较保守的希望比较稳健的 是比较希望投资回报好一点 他觉得利息不好的话 他可能需要回报能够更好一点的 嗯 但也不用太大风险的 有些人需要说我的保费可不可以弹性 嗯啊 像这一类的选择都是在购买保险都需要做的 选择 如果我只代理一家公司的话 我是不是从常常常会受到一些限制啊 是是是是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谈谈 这三个制度啊 每一个制度的优缺点 是 通常来讲 这里面还有就比如说关于公司自己养部队的 这一类的好处在哪里 嗯 对一个新进的人他可能比较好 为什么呢 你一进来的话他呢 就是说让你进来以后他有manager来training你 由staff来support你 嗯啊 他还有刚开始有基本的一些培训 对于新人入行这个阶段可能是比较方便一点 是 可是呢他有他的限制 比如说他必须full time去做 嗯 那很多人说我只是想先来学一学 嗯 或者我想part time先来看一看 但是像这一类的话 或者我本来的工作已经不错的 或者说收入还可以 我虽然不喜欢 但我没办法一下跳下去啊 嗯 因为能说把这个行业 尤其刚开始症网率还蛮高的 是 啊 那如果一下跳下去如果做不好的话 是不是就和上上脑筋了 是是是 第二个在行销方式的方面都说 他需要全职来以外 还有呢他的产品比较有限 那他的用金也不够弹性啊 像这些的话有虽然有些公司有提供一些福利 可是你要继续能做下去才有啊 嗯 对不对 所以呢大概很多时候到了一段时间 要不然可能阵亡了 要不然可能就是想多一点选择的话 他就会跳了 嗯 所以在这类公司的话 头两年的aging比较多 中间大概两年到七八年的aging就比较少了 嗯 再长一点是已经survive了 然后过了这一段时间的话 会比较习惯了 嗯 在这一类的系统下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但是未来的走向这样子可能会慢 这类的公司会比较吃亏了 嗯 吃亏的原因是 因为现在资讯越来越发达了 嗯 那资讯越来发达的话 大家对产品的认知选择性是会越来越多了 是 那如果你的公司在这一类的产品不是很强 嗯 那你要硬说它很强 容不容易谈了 是也是会有一相对的困难在里面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呢这也就是后来不少人开始转独立经纪人 嗯 独立经纪人的 那独立经纪人的优点是什么 他第一个他的代理的公司比较多了 嗯 代理公司比较选择性比较多了 是 他可以真的替客户来替他量身打招呼 替他来想了 嗯 啊 他的compensation也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不需要办公司服务他固定成本嘛 嗯 啊 那我帮你做多少你就多给我一点嘛 是 也是比较合理的事情嘛 是 因为当你办公司固定成本责任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那他也比较容易来安排 所以呢 独立经纪人在过去二十年发展的比较多 嗯 只是独立经纪人也有他的缺点 嗯 是是 其实胡先生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 好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体察 感谢小君 我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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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